我們兒科有一個專有名詞吧 叫做關鍵一千天 它指的是從受孕開始 到小朋友滿兩歲 然後這一千天的過程 決定了人生很多事 它是有... 前天PB 我小孩已經過兩歲了 大家好我是文心醫師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溫馨聊一聊 那上一集呢 我跟歐醫師已經cover了非常多 跟兒童肥胖相關的分享 那這一集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我們趕快來進入節目的主題吧 那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家長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事態嚴重了 然後我們把他帶來專科醫師這邊 做檢查的時候 有需要向大人一向 會去驗一些抽血的數據嗎 我用年齡段來分好了 比較小年紀的孩子 兩歲以下我們不建議 做什麼樣的抽血檢查 兩歲以下我們就是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含糖的食物不要給 包含果汁喔 是 那我們切二到六歲 我們就會做抽血的檢查 積極一點我們會做 腹部超音波的檢查 還有量血壓 那一般會抽血的話 我們抽的是 他的血脂肪 就是所謂 膽固醇 還有三川甘油脂 再來是 血糖的部分 此外呢也許我們會考慮 去驗肝功能 因為極端肥胖 通常都有脂肪肝啦 那六到十二歲 全部都會抽 也會建議就是 肝臟超音波要做一下 因為通常他有到 比較高程度的肥胖 通常都是從小就胖了 也胖了一段時間了 對 這個時候去做這個超音波 就會發現說 超過一半都有脂肪肝 那如果是青少年的話 基本上只要是在 肥胖體胃啊 我剛剛列的這一些 我盡量都會去抽 此外呢 我們可能還會額外驗一些 像是甲狀腺的樹脂 然後一些壓力荷爾蒙 相關的 可能也會去做檢驗 我們今天在減重的時候 像我們成人會有個目標嘛 譬如說 合理的減重可能是 我們每一個星期 可能減個0.5到1公斤之類的 而且成人的身高不會再長了 對 所以體重比較沒有什麼浮動的空間 可是小朋友還在發育耶 那這樣一邊長的同時 本來體重就會增加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評估 他的這個減重的速度 要怎麼樣比較好呢 因為每個年齡層 他的發育重點不同 2歲以前不會去叫他要減重 但是我們會教他飲食的原則 2到6歲 基本上我們不會要求他減少體重 我們要求他是長高 他抽高相對於 我們剛剛算BMI分母變大嘛 那整個數值就會變小 相對他就是減重了 如果是6到12歲 依照他體位啦 如果他還沒有到99% 一個月瘦個0.5就很好了 其實這個沒有很多耶 對 但是他一個月他可以長0.5公分哦 所以又一樣了 分子有一點點減少 分母又增加 所以整個數值就下降 他可能就從86% 掉到84% 他也脫離過重範圍 但如果是進入青春期 12到18歲的這一群 要接近成人一點點 我們還是定每個月 瘦大概0.5到2公斤 那當然如果他原始體重已經60 80甚至100 那他每個月瘦4公斤 都是有可能的 隨著他長高 非常謝謝歐醫師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段的重要性 是在於我們成人有時候對自己減重的速度 都不太清楚了 那他看到小朋友減重的時候 他覺得說怎麼那麼慢啊 可是這個慢才是正常 而且對他才是好的 因為他還正在發育啊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合法的減重藥物 那成人當然在適當的適應症下面 都是可以合理使用的 可是小朋友這麼嚴重 他們可以用嗎 在兒童減重很嚴苛哦 12歲以下的孩子沒有藥 只能靠飲食運動生活型態的調整 12到18歲的這一段青少年呢 確實我們現在有合法的藥物可以使用了 不過他的這個適應症非常的嚴苛哦 一定要滿足第一個條件 就是他的真實體重超過60公斤 然後第二個條件是 他不但超過60公斤 他的BMI要換算成成人的30以上 這樣的孩子可以用合法的真劑藥物 但是要打針 回到剛剛歐醫師講的 就是說12歲以下的沒有藥醫 不過家長跟市場們都非常聰明啊 我們有很多這種控熱量啦 控營養的這種代餐 這樣純飲食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用這些東西來介入呢 就是不好 我直白一點講我覺得不好啦 我們臨床上 兒科的專家們的共識都是不建議的 我們還是希望說 他是吃天然的圓形食物 然後培養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型態 因為專科醫師在這邊 所以我才特別把我臨床上 遇到的一些問題 特別拿來問他 那不過剛對於代餐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有感受啦 就是說我可以理解 家長們在備餐的時候 常常覺得很困難 所以如果有個很方便的東西 可以直接取代正餐的話 當然會感覺非常的方便 然後同時小朋友也會瘦很快 可是這個瘦很快的背後 對 他其實就是犧牲了很多 關於腦部啊 肌肉啊 骨骼 而且還有一個 不要說小孩了 你自己吃代餐吃過嗎 很不美味啊 那對就是說很好動 正在成長發育中的孩子來說 你要 對你剝奪他是正餐的權利 然後叫他吃一個 相對不好吃的東西 那個剝奪感很重 他會不會反應成一個壓力 造成他可能學業上 他就放棄 或者是說 他因為吃代餐 同才覺得你在幹嘛 你怎麼看我不一樣 有一些人際相處的困擾 其實我覺得就帶到一個 就是關於我們常常在講 肥胖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一些心理的一些議題 對 就是我們今天如何在幼年 或是小時候 我們跟食物之間建立的關係 請歐醫師趕快來教大家 就是我們怎麼樣step by step 開始幫我們的兒童來做減重 給大家一個口訣 85210 8是每天要睡滿8小時 那5是天天捂蔬果 要強調一下5蔬果不是5份水果 你怎麼知道我超多 我剛剛馬上就覺得說 我超多病人都會說 有啊我都給他吃5種水果 沒有蔬菜 我們建議是3份的蔬菜加2份的水果 歐醫師在講水果的時候 其實有媽媽會跟我說 有啊我都給他喝果汁耶 所以這個 嗯這個果汁 你看 我就知道小孩可以就會打擦擦 果汁在我心目中啊 的不好 僅次於碳酸和糖飲料 很多家長以為果汁等於水果 NO 果汁不等於水果 它只是水果炸成 它的營養價值都被你炸掉了 只剩下糖分跟水分 所以吃水果就是直接吃 沒錯其實我們觀念意思就是說 你先把原型食物吃夠了 對 你先 你不要害怕原型食物吃對東西 他們害怕吃太多 嗯 那我就會反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害怕餅乾吃太多 沒錯 蛋糕沒有很健康 然後他會覺得說 可是他喜歡吃 他習慣吃那個 嗯 我覺得這個就是想要 跟大家矯正的一個觀念哦 習慣吃不代表是好的 嗯 那我們告訴你好的可以吃 你幫他培養這個習慣 所以不管是吃一份水果 喝一杯鮮奶 或者是準備一些顴骨類的 或者是好的油 一點點堅果種子類 有飽足感 有咀嚼感 有纖維質 又有好的營養 沒錯 對 所以原型食物先吃飽 你就比較不會再去吃一些 離離扣扣的零食囉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口訣的重點囉 就是二 二是什麼意思呢 歐醫師 二是指 每天使用3C的時間 小於兩小時 那我再多提一個就是 兩歲以前 盡量不要讓他碰3C 好難哦 我知道 兩歲以前 因為就是你知道帶小孩出去吃飯的時候 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們都會吵來吵去的 然後就會忍不住把手機拿出來 手機包幕 怎麼辦呢 對啊 會建議就是你可以讓孩子帶他習慣的 他喜歡玩的玩具也好 繪本也好 就是譬如說像積木這種要拼裝的 或者是小嬰兒可能會有部書嘛 或者是比較硬直版比較精裝的書 可以讓孩子帶著 來取代3C 那大一點的年齡層 為什麼我們要限定兩小時 第一個是我們會講視力健康 這邊推薦大家可以用一個 時間管理的小訣竅叫做 番茄時鐘管理法 因為它剛好就是 我們使用25分鐘 然後休息5分鐘 半小時為一個單位 那你每天有四個單位 如果你要讓他使用3C 或大一點的孩子 要玩電玩啊 這一些的 用這個時間做切割 讓他離開坐的姿態 遠離久坐是比較健康的 也有利於減重 第二個就是遠離這個近距離的這個模式 然後就保護到他的視力健康 那接下來的口訣又是1了 1又是什麼呢 每天要運動一小時 很多耶 60分鐘 其實對孩子來說不難耶 我在門診會有一點開玩笑的啦 比喻說 孩子就像幼瘦 是啊 所以 你把它想成動物的幼年時期 他天然的就需要活動的 那一小時其實已經算是很 我很保守的說了喔 當然啦 如果已經有肥胖問題的孩子 他可能沒有運動習慣 他可能只有學校體育課 這樣子的孩子我會鼓勵家長說 沒有關係 我們從飯後散步開始 然後呢 周末大家去騎腳踏車 或者是你報名讓他學游泳 就是選一個 他會有興趣 他會喜歡的活動 然後是有體能消耗 然後會有點喘 會流汗的 這個就達到運動的目標 那如果是 這個已經有課業壓力了 有補習有安清什麼的 那我們用累計的方式 喔可以累計啊 對 怎麼做嗎 每次10分鐘 好 然後乘以6次 那就有60分鐘了 哇 早說嘛 我剛剛是一直在想說 天啊我們家小孩寫功課 都寫要幾點了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運動方式 ok 最沒有場地限制的 我優先建議跳繩 跳繩有三個好處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場地跟天后的限制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他因為要對抗地形力跳起來 所以他可以幫助骨骼拉高 他是長高最佳推薦運動 喔真的 就很像這樣子 對 這樣子往上的感覺 對 然後第三個是 他其實是有氧 跟肌力都有鍛鍊到 所以他減重效果非常好 甚至成人的減重病患 如果他沒有 肥胖到說 吸關節會不舒服的話呢 我也是建議成人可以跳繩 ok 那最後一個0 又是什麼東西呢 0含糖飲料 喝白開水 對 就是無糖無糖無糖 講到這個話 畢竟都提到飲料了嘛 我覺得這個問題會在 我自己臨床上會很難碰到的原因 其實家長會反應說 嗯 可是這樣我就是 帶他們我就不知道喝什麼飲料耶 嗯 因為常常就是小朋友想要喝東西 然後進去便利商店 他們買的不外乎就是說 ok 首先他們知道碳酸飲料不健康 所以汽水他們不會買 可是像剛剛歐醫師提到的 果汁 他就誤認為很健康 那還有另外兩個 我也是覺得有點不ok的 我講出來看看歐醫師怎麼說 一個我認為是那個 含糖的乳酸飲料 哈哈 結果我們從小喝到大 現在品嘗越來越多 對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當然他可能裡面有些好菌啦 但是他的糖分的影響 吃到身體面可能是壞處大於好處 那再來一個的話是運動飲料 那每次講這個時候 家長說哈運動飲料也不能喝喔 那不是說很健康嗎 補水補辣嗎 對可是那個是給運動員 就是他們就是要快速的補給 鹽分跟糖分的時候 可是你看他裡面高鹽又高糖 然後不是設計給小孩子的 所以小朋友其實有時候 他根本沒有這麼大的一個流汗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去常常給他喝那種東西 其實對身體也是有負擔的 所以歐醫師你覺得我舉的這兩個 這兩個我也超常被問的 這整間 我就會先皺眉 家長就知道我要回答什麼了 如果真的想要喝飲料 麻煩喝 我會介紹三種啦 是 第一個豆漿 第二個是鮮奶 第三個是白開水 對嘛 白開水就可以一直喝嘛 幹嘛還要喝飲料 又沒有熱量 又可以保護腎臟 剛剛你提到很重要的兩個關鍵字 大家有沒有聽到就是含糖 不管是這個含糖的乳酸飲 還是含糖的運動飲料 很多人不知道運動飲料含糖耶 我在整天發現很多家長不知道 他們以為就是電解質而已 沒有 你喝喝看生理時間水 超難喝 其實要加糖才適口性好啊 對 所以 如果真的要讓孩子喝飲料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剛剛講的這三個 哇 這個真的是 其實 又扣回我們的主題啦 就是說 肥胖這件事情在兒童真的是不能輕忽啊 我們兒科有一個專有名詞吧 叫做關鍵一千天 他指的是從受孕開始到小朋友滿兩歲 這一千天的過程 決定了人生很多事 他是有 小孩已經過兩歲了 會決定什麼事情 先講一下 就是媽媽從懷孕開始啊 本身原始體重 跟孕期期間體重增加的速度 以及他孕期期間吃的東西 都會影響這個孩子 啊拜託孕婦不要有壓力 你還是可以喝珍珠奶茶 但是呢我們想要講的就是 我們盡量可以的話 在你願意 你有心情選擇的狀況之下呢 盡量吃原型的食物 少吃超級加工食品 以及就是 我們在他出生後前兩年 你讓他享用原型食物的味道 享受咀嚼的 還有就是咀嚼會影響我們的 口腔法育營炎能力哦 這個關鍵一千天可以做很多超前部署 好 預防肥胖從關鍵一千天開始 是 所以還來得及的父母 你們現在做這個CP值非常高哦 那我們已經兩歲以後的 其實也不會來不及啦 任何時間開始做 其實都可以達到 預防跟維持健康的效果 今天談到這邊哦 其實我們已經cover多了 非常非常多的層面 但其實我自己 額外想要點到的是 關於一個青少年的肥胖跟減重啦 因為青少年牽涉到的議題 我覺得是更廣 還有包含很多的心理議題 還有跟父母的一個親子關係 我自己臨床上其實就看到非常多 減重成功的青少年 通常都是 自己的動機是強的 對 再來 親子關係 家人的支持是非常足夠的 如果青少年自己是被逼來的 那或者是說 父母給予的這個壓力 有時候遠大於這件 肥胖給自己的壓力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減重的效果 反而就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我覺得 關於這個年齡層的 父母跟青少年們 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先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 你今天發現到青少年的問題 真的只是來自於胖嗎 還是有其他 我們沒有關注到的一些 心理啊 社會知識 還有同儕的一些影響 那家長們可能先從這個層面 先去跟孩子做連結 然後才慢慢去帶到 瘦或是健康 這方面的議題 不然如果你直接從健康 其實青少年是沒有感覺的 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他們根本沒有感覺到 疾病 對他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沒有疾瀑性 沒錯 所以這邊是稍稍的 給家長們一些鼓勵跟信心 其實青少年 還是有機會減重的 但是你不要急 你要先去看一下 其他的面相 OK好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呢 非常謝謝歐醫師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然後也回答了 我一個以從母親的角度 幫大家發問了 很多我自己想知道的問題 那今天的溫馨聊一聊 就到這邊先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 歐醫師的粉專 還有Podcast節目 耳科指示架 也非常的推薦大家 那我們節目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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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